今天呢 咱们来说说大理 那位爱好文艺的黑老大 邓丽勇 一说爱好文艺的黑老大 我总想起来 爱好摄影的陈老师 当然那案子咱没法讲 以视觉传递为主 就算小炫风能口吐莲花 估计也得下架 但不说这事了 当年据说 看够二百张还抓呢 现在也不这么提了 还说这个大理爱好文艺的 邓丽勇 邓老大 邓丽勇这个团伙 在大理经营了很多年了 2014年的时候 就有当地民众 在网络上对他进行举报 他这个团伙呢 把持了大理当地的娱乐业 先后在大理市京港片区 开设夜宴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钻石年代 KTV花都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开办娱乐场所 当然不违法 归到特种行业里 但是再特种 它也合法 而这些人呢 是以这些公司当掩护 组织妇女卖淫 开赌场赚钱 您看KTV一进去 大家开始都没喝酒 都非常矜持 吻得跟块石头似的 你唱吗 哎呀 等等 你先来 你先来 你唱吗 哎 我唱歌不好听 你们先来吧 这时候 那KTV的屏幕上 就会放那首著名的 咀嚼黄嘟嘟 黄嘟嘟一共三样 他沾了黄和嘟 但是没犯毒 咱再说 等一个多小时之后 喝的都已经上厅了 全是卖吧 抱着就不撒手 谁说我唱歌不好听 谁说我不会唱 谁说我吻得像块石头 娶你们的 我就是卖吧 今天我开演唱会 全听我的 稍微矜持点的人 这一宿啊 您只能低头喝酒 连唱两首歌 散酒劲的机会都没有 还说邓丽勇啊 法院最后认定他 在大理事 组织妇女卖淫 开设赌场 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 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 聚众斗殴 非法制造爆炸物 兼故意损坏公司财物 您听出来了 虽然罪名不少 但是呢 跟一般更恶性的黑社会比起来 他没杀人 没贩毒 这也给他最后 保下一条命 2018年2月2号清晨 从成都飞到昆明 长水国际机场的一架班机啊 降落了 飞机里的客人们呢 都站起来拿行李 这时候广播响了 告诉所有的乘客 请坐下 等待公安人员 登机检查 功夫不大 两名警察进入了客舱 直接走向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问他 你是邓丽勇吗 我们是大理州公安局的民警 面对警察 这个人非常爽快的就承认了 对 我就是邓丽勇 也没多问什么 直接就跟着警察下了飞机 坐上了开往大理的汽车 据那天押送邓丽勇的民警介绍 从昆明长水机场到大理 这车呀 得开五个多小时 一路之上 邓丽勇 连口水都没喝 您就可以想见 他当时就明白 完了 在押借他回大理的同时 抓捕他团伙其他成员的行动 也在进行 当天警方就抓了17人 第二天又抓了21人 邓丽勇 当地人呢 喜欢叫他老邓 是大理恒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大理利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人 和实际控制人 这也挺有意思的 一般这种情况之下 都会找一个傻子 每年给他点钱 让他给您顶着法人的雷 人家邓丽勇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是法人 这公司就是我的 出了事 也全是我的 他这两家公司呢 注册地址 包括办公地址 都在大理下官 中民城市广场的C区 在楼顶上 这地方啊 原本没人用 好多商铺 那些做餐饮的 就把这当成洗碗间了 满地都是污水 但是邓丽勇来了之后 建房子 建围墙 把这就当成他的总部了 总部 拢共分两大区域 一个是办公区 另一个呢 更像是KTV会所 人这里边可豪华呀 不光有包房 唱歌的KTV包房 汗蒸房 按摩房 麻将房 会科室 全都有 里边装修的非常豪华 是那种欧洲宫廷风啊 各位网上可以搜搜图片 沙发上铺着皮草 镶嵌大理石台面的桌子上 两个金色的话筒在那挺立着 邓丽勇团伙的恒胜公司 在巅峰时期 控制了大理娱乐产业的半壁江山 大理的中民广场和金港区域 是团伙的老巢 除了咱们上述提到的两家公司之外 他团伙中由吴俊彪担任法人的大理花都娱乐有限公司 王海飞担任法人的大理市苏格谬斯酒吧 和已经注销的大理兰花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都在中民广场和金港区域经营 范围呢 也是集中在歌舞娱乐 喜悦和酒吧等行业 咱们前边说了 邓丽勇是个爱好文艺的黑老大 爱好摄影的陈老师 他呢 从2015年起 先后拍摄了《僵尸新郎》和《新傻儿司令》这两部网络电影 这两部啊 都是小成本 加一块不到一百万的投资 而且都是在大理当地拍摄的 一个剧组拉出去 那一天人吃马胃得多少钱呢 就在家门口拍 挺好 使用的演员也大多是大理本地的 其中还有他团伙的骨干成员 恒顺传媒的股东 大理苏格谬斯酒吧的控制人王海飞 在这两部电影当中担任男主角 他呀 原来是学举重的 后来当老大了 小老大也好 当老板了也好 这生活好了 您知道玩力量的人 本身他体质就高 在一停止训练 每天吃吃喝喝 那这人呢 他已经习惯了 大量摄入 大量消耗了 现在没有消耗 光是大量摄入 这人就跟气吹的似的 就鼓起来了 邓丽勇认为 这王海飞呀 外形特殊 他胖啊 再加上长得憨厚可爱 特别像是原来那部四川的电视剧 非常有地方特色的 说四川话的傻儿司令里的特战 大儿的那个司令反傻儿 于是他就决定 启用自己的好兄弟 给他拍一部新傻儿司令 量身定制的 王海飞也不白给呀 咱说了 原来他是练举重的 长着体型优势 长着自己的力量优势 就爱打架 他在邓丽勇团伙当中啊 控制着大理的金港地区 在这个地方 他说话 那是非常的有分量 很多人都说 感觉金港这儿 就是王海飞说了算 江湿新郎 这部电影的坚持 杨建松 还演了新傻儿司令里边日本军官那个角色 他平常呢 主要负责邓丽勇团伙 花都KTV的运行 别老KTV KTV 哎 这显着学过英语 他负责花都KTV的运营 手底下呀 组织了不少失足妇女 同时 还负责非法借贷这些业务 那是邓丽勇手底下的一名干将 这两部电影投了一百来万不到一百万就给他算一整数吧 他们把这个放到网络平台上播放 希望能够收回一点成本 最好能挣点钱 开始的时候点播一次五块钱 你想一共俩投了一百万一匹一个五十万 看一个五块钱十万个人看他就保本 你多一个他就挣钱了 对于一些好的影片 对于一些大的主播 你说挣五十万块钱 那毛毛雨太毛毛雨了 都绝不出来的那种毛毛雨啊 邓丽勇也觉着 咱这两部优秀的作品往平台上一放 收回投资 那还用聊吗 咱们要聊的是挣的钱如何分配 可是没成想 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好片烂片一看就知道 低俗的笑料加上廉价的制作 让两部电影这播放率啊 点击率啊 惨不忍睹 开始还要钱呢 后来免费免费都没人看 什么时候这点击量开始蹭蹭往上涨了 真有这景啊 从邓丽勇团伙被查 这新闻爆出来 他这两部电影的点击率啊 上去了 没人是为了电影来的 都想看看这个王海飞 2014年的时候 网上啊就出现了一篇帖子 标题是 黑社会在大理横行 这里边说呀 2014年7月6号的凌晨 大理市京港停车厂发生了一起因为停车费引起的暴力伤人事件 多名车厂保安殴打当事人 并把当事人拿刀给捅伤了 然后还把人家金项链给抢走了 云南当地的媒体云南网在第二天呢 也证实了这件事 大理警方抓捕了涉嫌商人的两名保安 2014年发布的这篇帖子里边还说 金港停车厂啊 是一个涉黑组织所控制的停车厂 幕后的操纵者是一个姓邓的四川人 在大理从事色情行业很多年 他在大理除了拥有金港停车厂之外 还有很多的夜总会 手底下很多小弟给他看场子 现在看起来呢 这篇帖子的作者确实是个知情人 他所说的情况和后来大理警方公布的涉案情况 基本一致 金港停车厂原来的业主周先生说 当时呢 邓丽勇是用威胁的手段强迫入股 要跟他合资开这停车厂 他回忆说 邓丽勇讲话的时候 他带的小弟们会使劲捏他的手 使劲拍他的后背 采用言语和肢体上的威胁 他不敢动啊 旁边还站着十多个人呢 都是身强力壮人高马大那种 穿着统一的运动服 这一看就是有组织的 再说邓丽勇那已经是恶名在外了 一个停车厂的老板敢跟他们较劲吗 在暴力威胁之下周先生让他参与了停车厂的经营 可他们进来之后啊 胡搞瞎搞 一个小时收多少钱呢 完全凭他们心情 三十五十六十 爱说几时就几时 你要是停车的客人非常客气 到这下车 下完车给这停车厂保安鞠躬 大哥多少钱一小时 三十 当然了比政府定价贵很多 你要提出异议来 你指着那牌子 那上有政府定价呀 不是这么贵呀 那是他们定的 这停车厂是我的 三十 赶紧交钱 赶紧走 什么事都没有 这人要是特别的不客气 哎 觉着自个儿有一号 到这门口了 车窗摇下一半 斜个眼睛撇大嘴 多少钱一小时啊 六十 敢不给 不给呼拉一下 来一帮 咱刚才不是说了吗 打你一顿 还捅你一刀 林辽还把金项链给你抢走 翁正才是邓丽勇团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作为股东 入股了他团伙的恒顺传媒 花都娱乐这些公司 和邓丽勇一起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在大力活动了 他本人的名下呢 曾有一家叫做大理市西窑动漫城的公司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啊 这是一家经营普通电子游戏的公司 他用这电子游戏公司当掩护 实际上开了好几家赌场 2016年5月他获取利润165万 7月27号到8月3号就这么几天 就获利52万 他一共设置了十多台赌博机 可以查实的违法所得是218万多 最后法院综合他自首和退赃这些情节 他因为开设赌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并处罚金75万元 您说这回死忠得活 他应该收敛点了吧 没有 还在缓刑期中 就因为涉黑被大理警方又给抓起来了 就是这回跟着邓丽勇一块挨抓了 大理警方发布的通报说 邓丽勇团伙除了把控停车场 开设赌场之外 还涉嫌在娱乐场所里 融流组织妇女卖淫 殴打恐吓 故意伤害他人 使用管制刀具斗殴等等犯罪 邓丽勇啊 是四川省沧西人 今年不到四十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他从成都水利发电学校中专毕业之后 进入水电七局 工作期间 他到大理参与漫湾水电站等配套项目的建设 在这儿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妻子是大理祥云县的人 两个人结婚之后 就一起留在了云南 邓丽勇到祥云县当了个上门女婿 他岳母说呀 中专毕业的邓丽勇不仅获得了专业职称 这脑子还特别灵活 他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 在祥云县开启了农家乐 这生意十分的火爆 你们家挣钱了 别人家就有看着眼红的了 你一个上门女婿 一个外地人在我们这儿挣这么多钱 我们也开农家乐挣不着 就有人不满意了 在办一些手续的时候 故意的刁难他 邓丽勇也没办法 就得求岳母去办 上门女婿的身份 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农家乐经营了两年之后 他和村民的矛盾 突然就爆发了 忍不了了 在一场激烈的斗殴之后 他在这村里混不下去了 毕竟你是外来人 这都是坐地户 谁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邓丽勇在村里 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就带着媳妇 到大理市区谋生 您说这人呢 脑瓜是不错 就是没往正处使 七混八混的 他就控制了大理的娱乐场所 成为了群众口中的 带头大哥老邓 2014年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公司 进行了系统化管理 分别成立了 咱们前面提到的 大理恒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恒顺传媒公司 邓丽勇的前岳母和大哥都证实 2014年之后 他就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成都 在高档小区买了三套房 有公寓有别墅 把龙凤胎的儿女呢 送到了一家私立幼儿园就读 很长时间才回一回大理 那他为说母吗 要在事业的上省期 离开大理去成都呢 盖音位 他得上了甲状腺癌 在成都的医院做了手术 休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成都的时候 他除了作为出品人拍了两部电影之外 都在养病 2016年的时候 他跟妻子离婚 在成都买的房呢 分别登记到了儿子和前妻的名下 你想这么转移财产呢 也不行 他可能闻着分了 转移一下 但这是涉黑案件 邓丽永 他前妻 还有他儿子名下的所有房产和资金 都被警方冻结了 他的龙凤胎儿子 已经从成都回到大理上学来了 他前妻说呀 现在不想管任何跟邓丽永有关的事 只想在合法的前提下 拿回应得的财产 好把两个儿女抚养成人 2019年9月 大理州弥渡县人民法院 对邓丽永团伙的23名被告人 集中审判 法院认定 这个团伙头目邓丽永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设赌场罪 组织卖淫罪 敲诈勒索罪 强迫交易罪 寻衅滋事罪 聚众斗殴罪 假故意损坏财务罪 这八项罪名 数罪并罚 判处有机徒刑 2024年6个月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咱们来说一下 2018年发生的浙江月清 滴滴顺风车司机 强奸抢劫杀人案 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8月24号 只有19岁的赵某打滴滴顺风车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聚会 下午1点半的时候 他在微信群里说已经上车了 到2点09分 他在微信群里又说自己进入到了无人山区 大概过了五分钟 他发出了救命抢救这样的信息 接到信息之后 同学们吓坏了 马上拨打赵某的电话 但是关机了 随后朋友们多次联系他 谁都没打通 到下午3点42分 他的朋友向滴滴平台打电话反映情况 滴滴平台说 会有相关安全专家介入处理 会在一小时之内回复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的朋友们分别7次向滴滴平台确认事件的进展情况 滴滴平台的回复一直是 请耐心等待 这是救命的事啊 等到4点41分的时候 他的朋友到永家县上唐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的民警马上通过公安信息平台 查询赵某的轨迹 并且用自己的手机打赵某电话 确实已经关机了 民警又用他同学的手机继续和滴滴客服沟通 他们使用微信呢 在和对方表明警察身份之后 希望着滴滴客服啊 你们提供一点赵某所乘坐的顺风车 车主和车辆的信息 滴滴客服那边依然是说 会有安全专家介入 请您继续等待 到5点13分 滴滴客服向民警反馈 说赵某呢 确实是在下午1点多预约了顺风车 但是到2点10分的时候 他把订单取消了 这人没上车 民警说不对啊 这群里的信息写得很清楚 他已经上车了 他已经到了荒山野岭了 这怎么可能没上车呢 就提出要顺风车的司机手机和车牌号码 但是那边还是没给 到下午5点32分 来报案的赵某的同学和民警说 他另一个朋友的微信上也收到了赵某发出的求救信息 民警马上和赵某的家人取得联系 那边说呢 已经在月清当地派出所报案了 赵某的同学报案地点是永家县上唐派出所 他家属在月清报案了 两边的警方赶紧一联系 互相配合 月清洪桥派出所说呀 他们17点36分的时候用接警的电话和滴滴平台进行了联系 客服平台说呢 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提供查询结果 民警告诉他 这可能是人命关天 情况非常紧急 平台也同意加急处理 确实挺快 到5点49分的时候 那边回电话了 你们得提供介绍信 还有两名民警的警官证这些东西 在晚上6点08分 警方把这些证明发送到了滴滴公司 不到10分钟 月清警方就收到了滴滴公司发来的车牌和驾驶员信息 月清市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并且向温州市局提请帮助支持 对重大嫌疑人死机中原进行布控 警方的行动非常有效 25号的凌晨4点就在柳氏镇抓获了中原 并在25号上午9点在永家县找到了车牌号为 川A31J0Z的作案车辆 中原交代的结果非常令人惋惜 赵某已经被他强奸杀害了 8月24号下午2点50分左右 他把被害人带到旦夕镇阳林县山路的时候 对赵某实施强奸 并且用匕首刺穿了他的颈部大动脉 导致大量出血 随后把受害人抛在了道路护栏外的悬崖下面 驾车逃离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 赵某死亡的原因确实为右颈动脉破裂 急性大出血之死 警方查明 中原是因为赌博欠了很多的债 所以开起了滴滴顺风车 您以为他是想靠劳动还赌债啊 不是 他压根就是想通过开滴滴 抢劫女乘客 碰到19岁的赵某之后 又把他这色星给勾起来了 想来个财色兼收 因为赵某一直坚决的抵抗 他这才动了杀机 这赵某啊 小赵才19岁 没有什么社会阅历 还是个孩子 我一直劝大家 任何情况下保命要紧 生死攸关的时刻呀 咱们就先别说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了 人先活着回来 人回来了才能说往后怎么办 您报警啊 找警察抓他 您这也报了仇了 解了恨了 人都交代了 这是找着了 要没找着呢 曝尸荒野 或者这案件 压根就没人知道 冤不冤的话 生死关头 保命要紧 当然了 这有个括弧 如果是为了党 为了国家 我愿意抛头颅 洒热血 死得其所 重于泰山 这件事情之后 滴滴也发了一个声明 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能及时提供 驾驶员和车辆的信息 里边这么说 由于平台 每天会接到大量他人询问乘客 或者车主个人信息的客服电话 而我们无法短时间之内 核实来电人身份的真实性 也无法确认用户本人 是否愿意平台 把他的相关信息提供给他人 所以 我们无法把乘客和车主 任何一方的个人信息 给警方之外的人 这种说法呢 有一定道理 所以各位啊 碰见这种事 您别在他们的客服平台上扯了 等他们的安全专家 第一时间报警 让警方跟他们联系 马上这信息就能拿回来 争取宝贵的时间 2019年2月1号上午10点半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 对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进行宣判 为什么不公开啊 这里边涉及隐私 强奸案嘛 以抢劫罪 强奸罪 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中原死刑 这件事啊 还有个小尾巴 月清的另一位林女士 她曾经也打过这辆出租车 她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炸起来了 人跟烧饼似的 全都是小点 站都站不稳了 她那天也险遭不测 怎么回事呢 她当时也叫了中原的这辆车 上车之后 中原说还要去接另外一个人 绕得比较远 这样你先把单子取消 到时候钱直接微信转给我 因为可能要耽误时间了 林女士经常坐顺风车 碰见过这种事 想都没想就按中原说的做了 可这车越开越偏僻 她好几回问司机 这上哪接去啊 这都多长时间再往前走荒地了 中原一直说快了快了这就到了 林女士起了疑心了 让中原打电话给那个要坐车的人 中原支支吾吾在这儿搪塞她 快了这就到跟前了还打什么呀 到了 车子拐上了一条偏僻的小路 林女士发现眼前已经一个建筑物都看不到了 荒郊野岭 林女士毕竟是岁数大一点 有社会经验呢 她马上就炸了 你停车 你不停车 我现在就跳下去 中原没办法把车停下了 同时呢 熄火要锁车门 就在她熄火的同时 林女士推开车门就跳下去了 下来之后就往回跑啊 中原又把车打着 挑头回来追她 万幸万幸 这条路虽然偏僻 没有行人 没有建筑 但时不时的还是有几辆车经过 中原开着车 跟了她好几百米 林女士就明确地告诉她 你再跟着我 我现在就报警 中原没办法 这才开着车走了 林女士当时还留了个心眼 把这车牌照拍下来了 看完新闻 拿出手机一比对 我的哥妈呀 自己在阎罗殿的门口 转过一圈啊 各位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大家呢 可以试试 您上车之后呢 把这个轿车的截图 那上面不有司机 手机 还有车牌号码吗 把这截图发给亲友 同时发信息 你要让司机听见 我坐的这辆车 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我大概多长多长时间到 您别不好意思 我相信呢 滴滴司机师傅们 也都会理解的 如果真遇见歹人 一看这么个情况 他也就不会对您下手了 什么时候别摸不开面 安全第一 第二